卖生女 我是一个出卖身体的人 靠于男人睡觉来生活的人 在别人眼里 我很脏 不知羞耻 可我依旧是一个人 一个需要被理解 且需要活下去的人 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 我父母都是农民 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外出打工去了 开始每年都会回来 可后来就再也没回来了 听别人说 他在外面有了新的家庭 我与母亲还有弟弟 相依为命 我的母亲文化水平很低 只认识几个字 尽管如此 她还是希望我和弟弟 能上大学 能成为有文化的人 能找到好工作 农村的生活 农村的生活 真的太苦了 没有父亲的家庭 更是无法想象的苦 母亲没了丈夫 村里的人都觉得她好欺负 在背后指指点点 又或者当面让母亲难堪 有的男人会帮着母亲干农活 甚至会有男人 夜里爬上母亲的床 要与母亲发生关系 只要母亲答应 便可以得到一些钱 这些钱 能让我和弟弟 多买几本书 多买几只笔 十四岁那年 一个喝醉的村民 冲进我家 强行把我扑倒 一只胳膊 按住我的脖子 另一只手 将我的衣服扯开 我大叫着 妈 妈 救救我妈 可惜 妈妈不在 弟弟也不在 她用手 死死地捂住我的嘴 不让我发出声音 我用尽全力 也挣脱不了 这个男人 我被他死死地 按在地上 被他拔去了衣服 在这几分钟里 我失去了一切 我的身体 我的自尊 那男人离开的时候 往我身上扔了 二十块钱 丢下一句 你要是敢告诉别人 就别想再去学校了 我流着眼泪 穿好衣服 洗了把脸 努力装出一副 没事的样子 但我的心 在那一刻 像是被刀刺 被火烧 疼得我喘不过气来 十多天后 那个男人 又出现在 我放学的路上 我害怕极了 我能感觉到 我的脸 因为恐惧 痛苦 变得灼热 扭曲 眼泪 模糊了我的眼睛 我甚至不敢喊 我也不敢逃 呆呆地站在那里 任由他 走过来 将我带走 那天 我很晚才回到家 母亲问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今天同学不舒服 我送他 回去 在他家玩了一会儿 我答 母亲没再问 继续干着手里的活儿 弟弟在屋里 写着作业 我走到弟弟跟前时 他小声地说 姐 我把钢笔弄丢了 我没说话 从书包里 拿出自己的钢笔 递给他 他接过钢笔说 那你呢 我摇摇头 直径走到床边 倒了下去 其实那时 我已经不想活了 我很想当晚 就喝下农药自杀 弟弟跑来问我 姐 你怎么了 我看着他 宽大的旧衣服 磨破的袖口 和一条 已经不合身的裤子 他才十岁 却穿着曾经父亲的衣服 和他七岁时穿的裤子 长长的脚脖子 露在外面 我问他 作业 做完了没 他回答 还没写完 我抓起他的手 轻轻地 握了握 那天夜里 我怎么也睡不着 想起以后的日子 想起 这个贫困的家 想起 自己肮脏的身体 眼泪止不住地流 又过了几日 村里有户人家 办喜事 全村人都去了 我和弟弟 妈妈 也去了 吃完饭 妈妈要留下来 帮人家洗碗筷 我和弟弟 就先回来了 回到家没多久 那个男人 又找上门来了 他喝得醉军薰的 推开了我家的大门 弟弟朝他大喊 滚出去 他却没有任何 想要离开的意思 我和弟弟 拿起地上的东西 朝他身上扔过去 他却没有后退 仍然朝我走过来 我想绕过他跑出去 却被他抓住了衣服 重重地脱了回来 把我狠狠地摔到了地上 然后 他整个身子 朝我扑了过来 我推不开他 只能咬住他的一只耳朵 他疼得大叫起来 啊 他叫得越大声 我咬得越用力 但他依旧压着我的身子 另一只手 死死地抓住我的头发 这时 弟弟从厨房拿了一把彩刀 静止 冲了过来 朝他的背上 砍了一刀 啊 他惨叫了一声 转过身 就朝弟弟扑了过去 刀 从他的背上 掉了下来 他抓住弟弟的肩膀 将他高高举起 又扔了出去 血 紧湿了他的衣裳 低在了地上 我赶忙 拿起刀 又朝他挥了过去 刀 落在了他的脖子上 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瘫坐在地上 一切 都静止了 他死了 母亲知道我杀了人 也知道 这个人该死 我们连夜处理了尸体 离开了村庄 到了另一个城市 在这儿 我们没有认识的人 没有住的地方 晚上 就睡在公园里 白天 就到人多的地方 去讨吃的 弟弟还小 容易要到钱 可妈妈和我就 很难要到东西 我们只能去市场 捡别人不要的 烂菜叶子来吃 后来 一个菜贩子 看我们可怜 就教母亲卖菜 在市场的一个角落 摆起了摊 从那时起 我们三个人 就靠卖菜生活 弟弟和我 都没再上学 日子一天一天 就这样过去了 警察没找到我们 死神 却来了 母亲 一天比一天瘦弱 总觉得不舒服 我们也没钱看医生 就一直拖着 没多久 母亲就去世了 到死 我都不知道 母亲得了什么病 那年 我十六岁 弟弟 十二岁 这个年纪 我可以进工厂 打工了 弟弟还小 他应该 回到学校 问过很多工厂 他们都不要我 却在工厂附近 遇到了一个老阿姨 他让我跟他走 到他店里打工 我知道 他要我干什么 我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 能让我弟弟上学 他答应了 于是我穿上暴露的衣服 抹着鲜艳的口红 踩着高跟鞋 和其他女人 一起站在客人面前 任人挑选 像一个玩具 我遇到过多少客人 我已经记不清了 陪客人一个小时 能赚两百 陪客人一天 能赚五百 我的表情 从不情愿 到不自然 最后 变成微笑 一年后 我就能和客人们 抽烟 聊天 喝酒 打去了 弟弟 也进入了中学 他住在学校里 我们一个月 能见上一面 每次见他 他都长高一大截 只有在他面前 我才觉得 我还活着 我赚的钱 也能够让他上学 我告诉弟弟 我在工厂上班 但他似乎 已经察觉出 我不像一个 普通的工人 我身上的烟味 我的语气 和我的表情 早已出卖了我 一年又一年 我接了无数的客人 已经麻木了 我不想这么活着 赚钱 只是为了弟弟 能更好地活着 弟弟好 回就好了 我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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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